嗨大家好我是梅小厨 今天打算做一个非常下饭的干锅手撕包菜 先给它对半切开 把这个梗给它去掉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用手撕掉 撕成小块 一般如果我们去饭店吃饭的话 就是会必点这一个手撕包菜 因为非常的下饭 接着我们再用鲜水给它淘洗几遍 接着我们要准备一个沥水栏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包菜就是炒之前 一定要给它控干水分 不然的话等下炒出来就不干香 就是有水分 接下来我们切一点料头 葱姜蒜我们给它切片 然后干辣椒的话我们切对半就可以 再准备一个小米椒切马耳朵 葱绿的话我们切小段备用 最后我们再来切五花肉切薄片 这道干锅首饰包菜一定要配一点这种五花肉才会香 然后我这个是有去皮的 铁锅烧肉我们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我们先把这个五花肉放进去给它炒香 炒肉的时候一定要小火边炒炒出一部分的油脂 不用炒得特别干 这样子大部分的油脂炒出来过后 我们就把这些料头干辣椒放上去给它炒香 接着喷少许料酒去腥 再来适量的酱油 让这个五花肉上一点底色 接下来我们把火调成最大火 下一个包菜给它翻炒 放上去过后就是一定要不停地翻炒 避免糊底了 这个过程不要加一滴水 然后调味的话不用那么着急调 等它炒得差不多腌了 我们再调味 看一下明显就是炒到就是有点漆成烟了 我们这个时候再调味 加一小勺盐 一小勺白糖 一点点鸡粉 一勺左右的生抽 香醋也来个一勺 最后小半勺的蚝油 然后再次翻炒均匀 翻炒几下 我们就可以下位冲断的红椒块 炒的时候不用炒特别久时间 不然的话那个醋酸味就没有了 关火 现在炒出来的干锅熟识包菜 炒几下饭 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开饭了开饭了 朋友们这一锅干锅熟识包菜 朋友们有空的话一定要试做一下 真的是又干香 然后吃起来又很清脆 关键是吃起来不会很油腻的 你们放心食欲满满 然后这个是荷兰豆炒牛肉粒 清炒了一个生菜 还有蒸蛋 早上婆婆撒了一只鸡 然后清炖的 清炖鸡汤 我们今天中午就这样吃 这个包菜绝对脂 尝一下 一个有一只大酥 火力鸡 太好吃了 放它吧 把它这样捻 脆骨 脆骨慢慢咬脆骨 可以吃的 嗯 我要再一夹了 嗯 你让我 来哦 来哦 这哪里不要 这哪里不要 嗯 妹妹这里面弄有五花肉的 你没看到 我看到了 这是我只吃的 我只吃白菜了 我只吃 这不是白菜 包菜 包菜对 妈妈弄到哪儿了 哈 在这个锅里面 辣吗 不辣 你尝一下 我一家就干净了 来咯 这个我有一大 一大瓣 一大瓣 那我一样 嗯 大瓣就得快 太冷 要配着饭吃 小心一点 我能够吃的 嗯 那我够吃 一大瓣 嗯 太烫 奶奶 这中心里有教室 你去买呀 奶奶不吃 你吃什么吃呀 你吃什么吃呀 你吃我们的车呗 这是谁的家伙伴的 我家伴 我家伴 全家伴 都给我家夹 我都没有吃完 我都没 没个人吃完 好多